來看多項的機車用路 限制先嫌引發用路人不滿 因此民間團體選在這個週末 走上街頭舉辦大遊行 超過三千輛機車 擠爆了北市中山路 頂著三十六度烈洋 機車騎士包得密不透風 依舊不打退堂鼓 稱多達三千輛機車 擠爆中山北路 上街頭捍衛五大路權 全面開放進行機車 還有廢除強制二段式左轉 再來是道安規則九十九條 我們也主張要將它 新橋結盟陸海空三大倡議團體 判爭取省道開放機車 廢除兩段式左轉跟區間測速 跟開放大型重擊上國道 優行團體以慢速行駛 沿著中山北南京西 最後重慶北路 再經過爭議最大的中校西路 抵達凱道 應該說不合理的進行機車 那以及那個無腦設計的 兩段式左轉 那這些其實其實都是滿多 造成用路人的困擾 兩顆輪子跟四顆輪子 要把它分開了 那現在又特別再把它區分開來 那很明顯就是 不知道是騎士 還是要刻意造成對立的情況 雖說非尖鋒時段 在遊行隊伍佔據一半車道 也惹得其他用路人不滿 常按喇叭來抗議 最終出動交警紓解 根據統計 台灣有一千四百多萬輛機車 每年交通事故至少三千件 檔案危機能否被重視 北市為一大bug的 還有這裡 交通的立即大整應 還有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 目前是汽機車分開走 但根據觀察 發現通行時間 機車量是汽車的三點七五倍 因此也決定將一併在八月中之後 來做開放 一不小心 汽機車跨線搶到更容易發生意外 尤其北市車炸多 處於交通黑暗期 已是不爭的事實 路在走 安全也要有 更是來自民意的怒吼 繼續阿信商務區台北參謀到